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脚青青的斗技战场 好,第一场开始了,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99级,战力10万7千 上官折天,这个是我们服的玩家 139的玩家,是一个非常老的玩家 曾经原来和我在同一个组织的 他用的还是封盾强化 这个封盾强化尾兽队 可能是靠名人的双刺封盾罗学收尾剑获胜 是这种思路,刷新嘛 但是我没有后手控封主的 如果有后手控封主的,或者后手控名人的 然后第二回合又控制封主 这个阵容就完全没有作用了 他这个打我还稍微有点作用 至少他的名人还可以出一个罗学收尾剑 我是肯定不会给他刷新的 我现在三雷戳他的封盾就行了 因为战力战力是我比较占优势的 所以吃他一个罗学收尾剑 即便是带了封盾强化的 也不太要紧 戳他的封盾说不定就给他秒了 不过有可能三雷是控不了封主 因为三雷没有带葫芦 刷新的封主通常带葫芦 你看他这个一个罗学收尾剑 也没伤什么血 放下狗,封主被撞党了 然后下个回合再一戳就搞定了 对方已经退出了 好,再来一场第二场是93级 十一万九千的童端买 这个反正是有点麻烦 一上来三雷就对他图属一套 其实这个根本没什么作用 只是让他少加了一点伏盾 而且对方的这个图属没有带霸铁 这反而是有点麻烦 因为三雷如果对他起手的话 我的那些连击就浪费了 就不能就是做这个耐心的控制了 通常他这个小迪肯定是在 第二回合末的时候扔炸弹 如果那时候我在戳他的话 大家可能以前看过我的视频 那个时候控他就是才是最好的 之前如果连击都打在图属身上 那反而是输了 那反而是输了 没有机会的 因为我的优势就是三雷的双连坡的连击 如果没有 你看又又打中这个图属 这下可能没有什么打的了 算了吧 退了吧 整个虐心 然后第三场开始了 这个站立很低 左助兄弟加蝎的组合 火煮上来就开顿了 这队的连也是很强了 战力差距太大了 分身都打不死了 倒是我把他的左助给瞄了 对方可能是想看看我们的火力够不够 应该是撑不过下个回合了 应该一个螺旋丸就清场了 这个回合肯定是清不了了 看我的螺旋丸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战力六万五 就不用在乎是什么阵容了 哪怕你是 你直播三杀六万五 我也是吊打的 打中了火煮的分身 这个鸣妈的OA戳一下吧 无所谓的是 对方的这个攻防还是相当不错的 还给套盾 红老师没有突破的 奥义没有突破 然后普攻也没有突破 照着名人打就可以了 他这个组合也就是名人比较厉害 那个图影无在没有他那个分身在的时候 那个OA的伤害是很低的 对方退了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对手阵容87级 战力十万 是一个水豹队 先攻比较快 对方唯一一个有点赶的忍者 是这个 半葬 不过好像 只有他的一号位比较快 是不是 只有一号位比较快 那还好说 只要打掉他的伴葬 对方就没有他打 哎呀 这个名妈的奥义放早了 应该晚一点放呢 应该等他刚守行动了之后再放 这样 第二回合一开始 我不用吃鲨鱼的 这样 这样还得吃鲨鱼 只要打掉他的伴葬 我就 我就赢了80%了 看来他的伴葬也不是那样难杀 看他在鲨鱼放鲨鱼吧 我这都是免疫 你先攻比我快 我不可能那样啥的吗 不可能 让你打断我 好的 他的半葬雪完饶了 小鹰加雪 再踢你脚 因为我的 我的这个先攻 比他快一点 然后 二号位比他快一点 所以小鹰加醒 之前 半葬就死了 果然 对方 半葬一倒 我就 无所畏惧了 因为你没有点燃 我这个 刚守 这属于 超级奶妈 你打吧 随便打 只要 只要 只要给我恢复了状态 我就 一下就奶忙了 耗时间长了 我之后分身多了 我是无限螺旋丸 跟你的无限鲨鱼是一样的 没事儿控了我的封锁 没关系 等下 等下 刚守可以解的 解了之后继续螺旋丸 哇 他也很奶 可惜 这个奥义 你有点燃 加不到血 鸣妈先戳一下 下个回合你继续 继续放鲨鱼 除非你 所有的都混乱 但是如果你 你打到诱神的话 诱神会进房的 不好打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也觉得 好像希望不打 看对方怎么样了 看你混乱哪一个 混乱 这次 想混乱刚守 结果 没成功 那我就打你了 放死了一打呀 这个事儿 退了 这个女王队连闯三关了 这个 这关应该是闯不过去的 16万战力啊 是一个 练手的好机会 练练心 好了 他选择打断自己 无所谓 下个回合一开始 我就 点出 明妈的奥一来 如果你打断 明妈呢 也无所谓 如果你打断不了 那就让我给你的 那个半葬一套 我不点出来 也是被他臭篮 其实不如不点出来 不点出来之后 可以奥一的 因为那个鲨鱼被混乱了 进不法 那这个 没有人能猜得到的 所以无所谓 然后我唯一的机会 就是等他半葬行动了之后 踢他的这个水主 把他踢晕 然后后手控 还还期望对方卡 没有机会套盾 如果有机会套盾的话 我就 我可以退了 其实还有 还可以赌一下 刚手的暴击 没暴 那这回真的可以退了 好最后一场了 88级 战力10万 也是10万家的玩家 是一个止水平民队 止水伊鲁卡加这个安不佑 这个上来伊鲁卡丢的这个奥义 有点抗勇 这个破了这个止水的闪避 然后吹他一下 这样吹他一下的目的是 三尾有机会把他给 风穴了 可能我想的不够远 因为那个安不佑 还可以给他解状态 还是把风穴的状态给解了 我没有问法 他唯一的这个群杀就是止水 因为他一号位比我快 我在想我要不要吸引他打我的竹田 其实可以的 可以吸引他的止水打我的竹田 如果他打我的竹田的话 我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他不打的话 那他就更不行了 所以我给他点出来 我给他打了 我是怕他不打我的竹田 你知道吗 打吧 不是很痛啊 因为他没有节界 而且我把他那个伊鲁卡 对他的增益 还有雷主对他的增益都吹掉 然后雷主对他没有增益 不如吸血 体数加一点骂 打地狱道 根本是打不死的 地狱道跟石板一样 这样就没有关系了吧 对方的雷主是封雷斩 现在你不退吗 直水倒了 唯一的土豪人 啪了 还要打吗 好吧 还要打的话 就打到最后了 因为我看止水比较帅 所以我就留着止水了 不然这时候可以换伊鲁卡 换伊鲁卡其实更好 可以给很多加盾 分身也是加盾 那个伊鲁卡的盾可是相当的厚啊 而且加加这个防御是非常好的 现在有点用不到 无所谓 下个回合雷主有一个风雷斩 奥伊 不会给你出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三个复制他的这个 按部诱还能多一个三十连 这个喷嚎我 好这样就完全没有悬念了 十万 我的战力比他多一万多 确实是 但是他一号位比我快 这个也是一个小优势 不过不太好利用 对于我这种组合 因为对于有解状态的这个组合 确实都是比较麻烦 就是打的时候也是优先打能解状态 今天也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斗际战场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与陪伴 我是青青 再见 再见 好久不見